锦衣糖果铺酒十五,成亲钱的准备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点个赞,支持一下吧,谢谢大家 在路易的安排下,层服避免了葛从南的刁难,还因此升了职 帮层服准备提亲织物 春光,艳阳,路易挽着惊吓在京城的大街上走着 今日,他们的工作是替层服安排好提亲的物件 由于之前的事情,再加上层服刚升职,为了避免葛从南再找麻烦 路易让层服就在北镇府司待着,除非有案子,否则都不要轻易外出 为了让他安心,路易承诺帮他采买提亲的物品 路易和今夏成亲之前,两人也曾一起采买过提亲之物 那时,连礼盒都是精心定制,定了飞鸟和飞鱼的图案 如今,帮层服出来采买,心境又是不同 今夏牵着路易,笑着说 曾总其成亲大人如此上心,让人好生羡慕你们的感情 他从小与我一起长大 对我来说就像弟弟一般,加上身边又没有爹娘 成亲之事,做兄长的当然要多担待 大人,层服能有你这样的至交,真的很幸运 路易握了握今夏的手 我有他也很幸运,不管是什么,交待在他手上他都完成得很好 静夏突然笑了一下 路易问 夫人笑什么 我是想起之前和红豆闲聊 他说你之所以能搞定严世凡,除了自己水平高之外 还有因为副手比较靠谱的关系,严峰比起曾福就差了一些 不过现在严峰也改过了,再说他有些不妥 路易挑了挑眉 哇,夏爷和室友去逛了肖像阁 嘿嘿嘿,不说这些了 大人,我们还是好好替曾福选礼品吧 旁的,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让他过去吧 今夏忙转移话题 路易任由今夏牵着 线下光天化日 不过去也只能忍着 晚上,再让这丫头知道贪图其他人的美色是什么代价 新婚图测 由于曾福和曹灵儿如今都无父无母 成亲的事宜全凭自己商定 路易亲情传授着曾经成婚的经验 曾福一一听着 就差没有拿出纸笔一条一条的记录 今夏在一旁站了一会儿 给路易使了使颜色 路易跟着去了一旁后 发现今夏红着脸拿了个小本本 路易瞅了一眼封面 也有些不好意思 夫人,拿着 图测是要做什么 哎呀,你不是说你来负责告诉曾福要准备什么 我去给灵儿交代陪嫁的物品吗 这图测就是陪嫁相中压相抵用的 为了教导新婚夫妇如何成立 我的是我娘给我背上的 这灵儿的 我有些不好意思拿给她 本想问问你 要不然你直接给曾福 路易急忙摆手 这,这万万不可 男子之间交流这些 略显尾仪 还是你们女子之间好沟通一点 今夏羞红了脸 可我虽然和灵儿交好 但真的还没有熟络到安排这等私事上面 说完她自己也有些不好意思 想当年 理论知识丰盛但没有实践的时候 还能堂而皇之在谢媛媛面前说什么如意军传 还在大人面前唱什么哥哥妹妹 如今真正懂了这男女知识到底为何物 反而放不开了 路易沉思了片刻 忙说 要不然 夫人去请红豆姑娘帮忙 你和上官平日里都会经常同灵儿往来 说这么私密的事情确实让人不好意思 但如果是红豆 以后交往的也不多 以你朋友的身份来交一叫灵儿 应该没什么不妥 惊吓轻叹了一声 可以倒是可以 只是 我怕让红豆难过 她虽平日里大大咧咧 但身处宵相隔 终究是有很多不便 一直没有寻的好人家 如今还让她来帮灵儿操持婚事 感觉会伤害她 路易顿了顿 点了点头 夫人说的是 是为夫考虑不重 眼下 或许就只能你亲自 今下突然一惊 我知道了 我去求我娘或者姨帮忙便是 他们是长辈 出面总归是更得体 娘若是愿意 当然是极好的 一个话 她自己的婚事还没定下呢 对啊 今下拍了拍手 这说起来 也得快些让一盒盖书将好事儿定下 如此 我也就能生一个辈分 当你的长辈了 远姬下 路易伸手就去捏姬下的脸 姬下忙躲开 嬉戏一笑 大人快去忙 陈总旗该等急了 我这边也要去托父娘帮忙安排灵儿的陪嫁 说着一溜烟就跑了 路易看着姬下的背影 丑腻的摇摇头 这丫头 真是 看来今晚又得 刚想了一半 路易突然觉得不对劲儿 为什么每次今下都要逗得她晚上好好教训才收手 难道某人成天这么调皮 事故一为之 路易转念又想 这陪嫁箱中压箱底的图测 也没见夫人拿出来过 看来今晚得好好跟夫人探讨探讨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 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